hello 欢迎学习爬虫个真 那么这几个的话 我们要跟大家讲一下 就是使用我们之前学到的那些多性成项目的知识点 以及那个生产者与消费者模式来做一个真的时尚项目 就是我们用这个之前学到这些知识点 去下载一个真的表情包的一个真的爬虫 那么我们下次这个表情包 表情包这个东西的话 也是现在是非常火的一个东西 对吧 就是在我们的聊天的时候 我们可以使用各种各样的表情 来表达我们自己有一些真的心情 对吧 那么现在我们这个网络上面的话 是有一个真的网站 叫做豆图拉点那个点看 这样一个网站 那么这个网站的话 上面就记录了很多很多的这种表情 那么我们就让来打开浏览器 来给大家看一下 豆图拉 不是豆办 豆图拉点看 好这样的话就是那个豆图拉点看 那个网站 那个网站 那么我们现在的话点一下这个什么呢 最新表情 最新表情的话 他就列出了这个 这些表情包里面 他按那个时间顺序来给他进行排列 对吧 那么这样的话 就给我们爬虫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便利 对吧 我们只要去按照这个最新表情 他的那个相关的规律 比如说第几页这种规律 这样的话就可以找得到这个UR它的一个规律 对 好 那么我们接下来往下面滚 这是第一页的 对 这是第一的 往下面滚 下面的话是不是还有第二页第三页第四页一直到1179页了 对 那么我们这地方如果我点一下第二页 他这个UR是不是变成什么呢 是不是变成前面这个list不变 然后后面给了一个问号配置是等于2了 对 那么如果啊 那么如果我这边把这个东西改成1 那么他这边是不是就变成了list 这个后面这个配置是等于1啊 对 那么我们这样的话就可以得出一个真的结论 就是我们这个最新表情的话 他那个UR前面这部分包括前面这些东西都是保持不变的 唯一变的就是后面这部分 对 对就是后面这部分啊 这样的话我们就啊已经知道这个UR它的一个人的规律啊一个人的规律 他在这个div下面啊在这个div下面啊这个叫做配置contain的test c的这个div下面 它是包括了什么呢所有的那个表情啊所有的那个表情我们来给大家看下啊 来看下啊我把属于放在这上面的时候是不是有选中状态啊我走到下面的时候啊是不是也是属于这种选中的状态啊对说明这个div它是包含了所有的表情啊包含了所有的表情 然后接下来这个div下面的话啊他是一个一个表情他用一个什么呢他用一个a标签把它给装起来 然后在这个a标签下面的话又有一个image标签啊又一个image标签啊当然这个image标签的话它是一个gif图片的image标签啊就是来给大家看一下啊 就是这个gif的这个东西啊他就他就是放在这个地方啊所有的话待会我们去提取这些图片的时候我们需要把这个啊gif的这个东西把它给过来 注意点啊这个gif这个这个小图标它的意思啊它的意思代表是这张图片它的类型是属于gif的类型啊那么这地方可以看到下面这个东西 是不是一个gif啊对了一个gif啊然后这边啊你看这东西都是gif对吧就是他是呃他是有那个动画的对吧有那个动画的啊说的话他就在这个上面给他加了一个gif啊 那么我们现在的话就相对是得出了一个结论对吧它是一个什么结论呢 在只要我能够找到到这个pagecontain的这个盒子然后再通过这个盒子下面拿到什么呢拿到这个下面所有的那个image标签 然后我再把那些什么呢class不等于这个gif的这些图片把它给提取的这样的话是不是就可以了对就可以了啊 那么我们这里边的话就用那个xpass的方式把它给提取啊因为xpass的话它的那个运气效率以及它的那个呃那个使用方便度啊都是处于一种啊不错的一个战斗状态对吧 那个政策表导师的话用起来比较麻烦那么我们就不用了好吧就不用了啊那么我们这边用这个xpass啊 好那么接下来我们废话不多说来把我们的爬出写写写过去了啊好来到我们的这个发展嘛这边我新建好了一个文件叫做demo71.py啊那么我们就在这个里面来写啊 好首先的话来导入一下我们那个什么呢呃导入一下我们那个request pool啊 那么这里哈我们这几个的话跟大家讲只不过是跟大家讲这个爬筹我们不会去讲的那个多线程啊就是首先的话我们先按照传轮的方式来跟大家讲解这个爬筹该怎么去写 然后的话看一下它的这个效率对吧讲这个东西又接下来我再去啊用这个多线程的爬多线程的方式啊再去再去走一下啊这样的话大家都就知道啊使用这个多线程它的一个真的好处对吧一个真的好处啊 好那么我导入这个东西接下来我再来导入一下那个lxml的那个东西啊fromlxml import一下啊 mpor的这个etree对啊edr11啊 好那么接下来这个地方定义好一个may函数啊 然后的话这个给个may啊然后地方执行一下这个may函数啊这个地方的话我就构建一个上的ur列表啊urls啊等着 呃ur或是直接我给个for循环啊forx in range啊这个地方的话我因为在讲上课啊说的话 我在讲课的话我就以前没100页的这个例子来跟大家讲吧我就他这个下面总共有一千多页我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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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爬取前面100页啊就爬取前面100页好吧好那么这地方我们就是从1开始然后到101这样的话就可以排取 100页对不对好那么接下来这个地方啊拿到这个xu接下来我们就可以使用这个x来构建一个上的ur对吧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把这个ur把它给c拿过来然后的话拿到这个地方来啊拿到这个地方来哎这个地方啊就是ur啊是等于这个东西对吧只等于这个东西然后接下来这个地方给给就那个什么呢配置低对吧呃这个百方低啊这个地方的话是百方s啊 这样的话就可以勾建一个这样的ur了啊就可以勾建一个这样的ur了那么勾建完这个ur以后接下来我们再来定义一个行数啊这个行数啊 这个行数的话是专门去请求这个ur好吧好那么这一番叫做什么呢 passpass那个什么呢pass那个page啊然后的话这边传个ur进来啊 好那么接下来我们这一番就是来调一下这个行数pass啊配置把这个ur传进去 嗯然后这下面的话我们呃再去把根据这个ur再去请求相应的数据对对那么首席的话我们先来定义一个真的heirns啊 heirns等这个东西啊就是那个user agent agent啊useragent是等于这个 我们把这个东西拿过来啊那这个work对吧我们再来刷新一下啊哎 好来到这里吧哎到了这个地方我可能叫c负lo一份然后拿到这个吗啊好 那么把这个heirns定好了以后接下来我们再用这个request who再去请求一下啊 那么就是response啊 r e s b r e s b o s e 等这个request点gat 而是这个ur对吧这个heirns等于这个heirns啊好 好 那么来到这个response有 接下来我们再来打一下 看下能不能获得到response点那个什么呢 i esponse点那个test啊 保存一下 然后的话 接下来我们这个吧 我们这个话 先来测试一页 所有的话 我这边就先只让他执行一次这个发行完 那么我们这边把这个break掉啊 就只执行一次啊 只执行一次啊 好 右键我们再来执行一下 好 那么这个下面的话 就打印出来这个网页 打他那个原代码 对吧 并且在这里面啊 他那个文字的话 也没有出现那个乱码啊 说明我们这个网页 他的那个就使用这个test啊 他自动解码的话是解码正确的 对不对 那么我们就直接使用这个test 以后再去解析数据就可以了 对不对啊 好 那么这个地方我们把这里啊 可能加x啊 然后的话这个吧 我们让这个什么呢 让这个test啊 dxd是等于这个东西啊 等于这个东西 好 那么接下来 我们再用这个tree这个东西去解析我们的这个原代码 好吧 那么就是html等于这个什么呢 edr1点那个atml啊 然后再把这个test把它给传出去啊 好 那么传出去之后 接下来我们就可以使用这个对象啊 使用这个对象去什么呢 去呃 去解析 去执行那个xpass的那个语法 对不对 好 那么我们现在哈 我们是不是只要获取什么呢 只要获取那个盒子 只要获取那个盒子当中 每个盒子啊 就是获取这个盒子当中 这个盒子当中 这个盒子当中 所有的那个移密指标签 对吧 或者是所有的移密指标签啊 啊啊 就可以了 对不对 好 那么这边我们来获取一下啊 就是images 等这个等这个atml点点那个xpass 对吧xpass啊 然后这个xpass当中的话 就是这个啊 那个dmv啊 然后的话这个 这个addclass是等于这个什么呢 等于这个 来 拿过来啊 好 这个下面的那个什么呢 下面的那个image 对吧 啊 这里我们要给两个鞋盖 因为我们这个image标签的话 它是不是在这个啊 这个盒子的直接子元素 它是它的那个子素元素 对 说的话 我们这边就应该要加两个鞋盖 啊 要加两个鞋盖啊 好 拿到这些标签以后 接下来 我们这个地方的话 就可以去变定这个标签呢 不得image啊 然后换因什么image 啊 image 啊 那么这个里面获取到的这些标签的话 它有可能是什么呢 它有可能啊 它有可能是那个 呃 它有可能是那个gif啊 就是那个image是等于这个gif的一个正的标签 对不对啊 class是等于gif的一个正的标签 那么这些标签的话 我们是需要把它给过滴掉的 对吧 需要把它给过滴掉 那么其实啊 那么其实我们在这个地方的话就可以给它过滴掉了啊 就是我们在获取这个image标签的时候 我们可以给它指定啊 这个classclass是不等于什么呢 不等于这个gif的啊 不等于这个gif 这个的话就可以获取到所有正确的那些标签呢 对的啊 啊 这就现在我 好 那么接下来 我们在这边再来打一下这个image标签 好吧 打一下啊 呃 打一下那个 那个etrie点那个tostream啊tostream 然后是那个image啊 保存一下 然后接下来恐怖的加来刷一下啊 好 那么在这个下面的话 我们就找到所有的那个image标签了 对的 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好 我们这个image标签里面有没有那些什么呢 那些gif的这些标签 好吧 那么我们怎么去呢 我们可能就要自己搜索一下啊 这边可能叫f搜索一下 搜这个class等于这个gif的图片是不是没有搜到啊 对的 说明现在在这个地方已经被我们挂掉了啊 已经被我们挂掉了啊 好 这个东西走完以后 接下来我们来继续来往下面走啊 现在的话 我们拿到这个image标签还不够 对吧 我们拿到这个image标签以后 还要拿到这个image标签里面它的这个什么呢 这个图片它的那个ur 那个原地址啊 那么这个图片它那个原地址的话啊 并不是在哪里呢 来看这个哈 它并不是在这个src上面 同学们注意到哈 src上面的话 你可以看到 我把鼠标放在这个图片那个ur上面的话 它显示的是不是一个dow啊 对 显示的是这个dow啊 这个dow这个dow的话 它就是专门 就是你在刷新这个页面的时候 你看啊 就是你在刷新这个页面的时候啊 他有些时候这个图片还没有加载过来 他就使用这个load啊 就是这个dow这个load这个图片来作为一个这样的站位啊 来作为一个这样的站位啊 那么这个图片 它那个真实的ur哈 这个图片 它的那个真实的ur 在哪里呢 在这个data-original 在这个上面 好吧 在这个上面啊 说的话 我们要去获取这个图片 它那个真实的ur的话 我们不能通过这个src去获取 我们只能通过这个data-original这个东西去获取 好吧 好 那么这里边我们来可能叫c啊 你看我把鼠标放在这个上面的时候啊 呃 这个上面没有写住的啊 那么我们这个来给大家看一下 对吧 这个的话就才是真正的那个啊 表情 对吧 那么我们现在的话就通过这个data-gum-original这个东西 把这个图片的ur把它给拿到 好吧 这个地方 我们来聊一下啊 就是ur啊 或是imageur啊 不要叫ur 因为之前已经有一个ur了 对吧 那么我们这边叫做imageur啊 那的话等于这个image 那个什么呢 点get啊 get的话就直接可以获取这个标记里面的某一个属性的那个值 好吧 那么这个属性的话叫做什么呢 叫做date-original啊 同个叫c 然后再回到这个代表 这样的话就可以获取到了 获取到以后 接下来我们再来打一下吧 再来打一下 保存一下 来运一下啊 好 那么在这个下面的话 实际就可以获取到所有的那个图片了 对可以获取到所有的图片了啊 好 获取到所有的图片以后啊 接下来我们要把这个图片把它给保存下来 对 把它给保存下来啊 那么保存下来的话 我们就可以使用到我们之前跟大家讲过的的一个人的行数啊 叫做ur retrieve 对不对 那个行数的话可以非常发明的去下载一个站的文件或者下载一个站的图片 对不对 那么接下来我们需要使用到那个ur lab 对吧 那么我们把那个ur lab把它给导入一下啊 promo这个ur lab import一下这个request 对吧 然后这地方我们就来写啊 就是request request.ur retrieve 这个地方需要传两个参数 第一个参数的话就是这个图片的ur对吧 第二个参数的话就是你把这张图片下载下来以后 它在哪个地方 对 那么我们接下来写啊 第一个的话是那个image image image1对吧 第二个就是图片的那个下载的路径 那么下载的路径的话 我们就让它下载的这个images这个文件夹下面 images 这个文件夹下面啊 images mgs 对吧 好 那么images下面 到底这个名字正是文件夹吧 那么下载到这个文件夹里面 它的这个文件名字叫做什么呢 我们是不是要去过去这个文件名啊 那么这个文件名我们叫什么比较好的呢 那么自己最好的方式的话哈 最好的方式的话 你就把这张图片 它的这个名字把它给把它给作为那个名字哈 把它给作为图片名字 那么这边图片它的名字保存在哪里呢 就是保存在这个alt的这个标签上面 看到没有 这个alt这个标签alt的话 它才是表述了这个图片 它的那个表示了这个表情 它所包含的那个意义 对吧 哎 你看这个地方究竟要说多少遍 你才 你们才能 你们才会懂我真的不帅 对吧 真的不帅啊 是不是只有这个文字才能够表示出这个图片撒它 它的那个真实的意义啊 对 那么如果你是啊 比如说随机厂实的一个这样的字符上 以后我把这个图片把它给下载下来 那么我要去找的话 是不是啊 还得一张张一张张把它给打开去找啊 对 那么如果我能直接看到这张图片的名字的话 这样就会比较好一点 对 所以的话我们这地方啊 就取到这个alt的这个标签 将这里面的文字来作为这个图片的那个那个名字 好吧 好 那么这里面我们来写啊 这个信息电话 先把那个下载那个ur代码把它给注册啊 那么我们这个地方的话 就来过去一下那个图片的名字啊 大家 要啊 lt吧 就等于这个什么呢 image.get alt啊 拿到这个alt以后啊 拿到这个alt以后 接下来的话 我们现在这个alt的话 他只 不会是认识图片的名字 对不对 那么你要把一张图片保存在本地 你知道这个图片名字是不是还不够啊 你还得去制造这张图片 它那个后缀名是什么 对不对 后缀名的话 是不是比点平追点rf的这些东西啊 对 那么接下来我们要做的事情 就是从这张这个图片 它那个UR上面提取什么呢 提取这个图片 它的这个UR的那个后缀 提取后缀点缀 点缓BG点缓F这些东西 对 好 那么接下来我们来写一下 好 这时候的话我们就需要使用到 我们的Python里面一个非常好 好用的一个模块 叫做OS模块 OS模块的话 它可以去分割一个字符上当中 那个点号的那些东西 对吧 比如说你现在有一个文件叫做什么呢 一个图片名字符上叫做ABC点TSD 对不对 那么如果你通过我们这个OS模块里面的 某个方法去获取啊 你就可以直接获取到这个点TSD 这个后罪名了 明白是吧 那么我们现在的话就使用这个行数来写啊 好 这个地方我们来导入一下啊 Inboard的这个OS啊 那么在这个地方 我们就可以获取到这个文件的那个后罪名啊 这里边我们先来 获取一下SUFFX SUFFX 那么就是后罪名的意思啊 那么就是等于OS点PASS点那个什么呢 点那个Splitter TES Splitter EXD啊 EXD的话代表是那个什么的鞋缩钱呢 extension extension extension就是那个扩展名的意思啊 就是go bg啊 bng啊这些东西啊 那么就是可以通过这种东西来进行分割 好吧 好 那么这地方我们把这个什么呢 把这个image UR把它给传进去 把这个图片到这个链接把它给传进去 那么的话 他就会把这个图片从这链接 把它给进行分割啊 使用这个后罪名的方 把这个后罪名把它给分割开来啊 那么我们这方再来打按一下啊 好 来打按一下啊 可能加锁了一下 可能加按一下 好 那么在这个里面的话 他是不是进去进行分割了 前面这部分的话 表示的是这个图片的那个UR前面 对不对 后面这部分的话 就是表示你这张图片的那个后罪名 是JF还是go bg 对不对 那么接下来我们要做的事情啊 就是在他反过的是个 他这个地方反过来的是一个羽羊组 对不对 那么我们想要获得到 这个后面的这部分 那么是不是应该要取第一个 对不对 就是通过下标取到第一个 对不对 取到第一个啊 这样的话就可以达到这个图片 那个后罪名啊 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走一下啊 好 那么在这里面的话 就可以获得到这些图片的后罪名了 对不对 好 那么我们有这个LT 有这个后罪名 我们是不是就可以构建这张图片 他的那个呃 名字呢 对对 好 那么这一番就是 file name 是等着什么呢 等这个LT 再加上啊 这个suffix 对吧 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打一些这个啊 在白L1 file name 啊 可能加死宝东架啊 再来应用一下 哎 这样的话就啊 把这个里面的东西把它给获取了 对吧 把它给不是获取了 就是 嗯 写好了 对吧 这个前面代表的是这种图片的名字 后面的话就是这个图片的那个后罪名 对对 好 那么有这个东西以后 接下来啊 我们再把再使用这个图片名字哈 把它给下载到这个里面来 好吧 好 那么这个地方我们再加上这个什么呢 file name 啊 file name 就是这个image子下面啊 这个这个这个文件夹下面啊 的这个file name 对对 好 那么接下来我们来走一下 看一下会不会有什么问题啊 好 这个地方我们保持下 然后右键再来执行一下啊 好这个地方的话是不是出现了一个问题啊 什么问题 是不是出现了这个image子后面以后 呦呦呦这么屌 后面一个问号 顶过bg这个文件 他说不可用的这个仓数 哎 这个东西怎么是不可用的呢 啊 原因是这样的哈 因为在我们的这个windows操作系统当中的话 你不能将所有的字符都当成这个文件夹 以及这个文件的名字啊 其中的话有些字符 你是不能当成这个文件名的 像这个问号的话就不能这样做了 明白 所以这的话我们啊 就是什么呢 你在把这个file name 真正的去做那个文件名之前 你首先先要去处理掉这个file name 这个啊 文件名当中的那些特殊字符啊 那些特殊字符 那么这的话我们就啊 可以使用那个什么呢 之前我们学到的那个正在表达式的东西来完成的啊 那么我们正在表达式的那个东西里面的话 是不是讲过那个sub上说啊 sub啊 sub还是那个东西的话 他是可以将啊 某些就是一些这样的字符 把它给替换为其他的字符 对 那么这的话我们就来写一下啊 好 这边来找一下 import一下这个i1模块啊 i1模块 然后这地方我们啊 这地方是那个 我们再来加的这个东西之前 我们首先先对这个l的这个东西来进行处理 因为会出现问题的地方 都是在这个l的这个地方 对了 那么我们就先对他进行处理啊 好 那么就是alt等这个lt等这个什么呢 等这个i1点sub啊 好 第一个显示的那个正在表达式啊 那么这个正在表达式的话 就是我在这里面标示哪些啊 哪些哪些东西要被替换掉啊 那么的话我们就给个这样的中号 对吧 来标示说哪些东西需要被替换掉啊 那个问号需要被替换掉 对不对 啊 这个问号的话 它是一个特殊字符 说的话我们就用一个法系干 把它给写一下啊 好 然后的话还有那个是什么呢 中问的问号 不对 还有可能是那个点啊 就这个点 因为这个点的话也是不能出现的啊 那么我们这边因为点的话也是代表的是那个什么的特殊的字符 说的话我们这边给个法系干啊 然后还有什么呢 还有是那个 呃 像那个啊 中文的巨的那个动号对吧 中文的那个句号啊 然后还有是看一下还有什么 呃 看一下还有什么哈 啊 赶套这些东西对吧 赶套这些东西啊 好 那么我们再来看一下啊 赶套比如说中文的赶套啊 然后有那个英文的赶套啊 嗯 暂时目前为止可能就这些啊 暂时目前为止可能就这些 这这呃 这的话啊 大家就可以自己去测试一下 对吧 看一下哪些地方会出现问题 如果会出现的话 你就可以把它给提换掉啊 你就可以把它给提换掉啊 好 那么我们把它给提换成什么呢 把它给提换成这个空的自然啊 然后的话这个呃 要提换的是这个lt对吧 好 那么这样的话就可以了啊 就可以了啊 就可以把这些特殊字符把它给提换掉了啊 那么我们这边再来运行一下啊 嗯 没有打印啊 哦 他在下载是吧 他在下载啊 现在的话是不是下载完整的吧 下载完整的啊 好 下载完了 接下来我们再把这个image标签啊 不然把这个image自这个文件夹把它给打开啊 然后接下来收音 explore啊 进入到这里面哎 这个里面的话是不是就保存了那些什么呢 所有的这些图片啊 就是当前第一页当中俗过的那个图片 对 所有的图片啊 并且这个图片的名字 我们也已经把它给弄好了 对不对 已经把它给弄好了啊 好 那么这样的话我们的这个第一页哈 就是一页当中的这个啊 比较轻 我们就已经下载下载了啊 已经下载下载了 那么接下来我们这地方啊 先把它给删掉 把它给删掉 然后我们接下来再来走一下啊 接下来我们要走的话 这个地方我们就把这个什么呢 把这个break把它给删掉啊 把这个break把它给删掉的话 就可以什么呢 呃 在这里面的话 应该是有很多图片的啊 有很多图片对吧 有很多图片啊 好 那么这样的话就是在下载了啊 好 这个的话就是我们这里把它给藏定啊 我们把它给藏定啊 好 那么在这里的话 我们就是相当是啊 使用的这个传统的方式 把这个下载图片的方式 把它给写了 对不对 好 但是这种方式的话 还存在一个不足 什么不足呢 现在我们这个下载图片的话 它是一个呃 同步的对吧 就是你后面的代码 你后面图片 想要下载 你必须要等到我 这种图片下载完整 你才能下载 那么这样的话 是不是效率比较低一点啊 对 那么我们就可以使用那个什么呢 多线程的方式 来把这个爬虫 把它给优化一下啊 使用多线程的话 我们就可以同时去下载 好几张图片 对不对 效率就可以大大的提高啊 好 那么这个东西的话 我们就放到下一个栏 当中来跟大家讲解啊 好 那么这样的话 我们的这期课程就讲到这一番 啊 感谢大家